艾輝瑩 行不行 他們的主路 也就是我們現在拘捕了越南籍的男子 他涉嫌去招募其他同鄉一起犯案 他們會去到不同的大液連鎖服裝店 偷取大量衣物 從而將這些裝物送去油麻地貨倉 重新分類及包裝 就會在短時間內用貨車送走 即時轉售套利 我們同時亦都在這些犯罪集團的成員身上 售出了一些改裝了的環保袋 裏面是有些石紙 同時亦都有一個防盜標籤的解鎖器 我們相信刷人是用這些工具而犯案 警方的調查仍然在進行 不排除將來會有進一步的拘捕行動